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我是张文亮 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 人类历史上被认为 被公认的认为 对人类最有帮助的科学家是哪一位 我今天要分享他 他是维生物学家巴斯德 所以我的题目就是 科学真理的骑兵巴斯德 巴斯德在历史上 被公认是对人类最有贡献的科学家 因为他发现 维生物是造成人类疾病的主要原因 控制病菌就可以治疗疾病 甚至可以预防疾病 他在传染病与免疫医学上的贡献 使得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受到帮助 巴斯德生于1822年 化国西部的多乐城 他的父亲曾经是拿破仑大帝 匪下英勇善障骑兵队的军官 巴斯德的个性 遗传的父亲冲锋陷阵的热雨血 但是拿破仑大帝在战败之后 他的父亲也看到 火兰西帝国从兴起到衰亡 他有一个体会 他告诉他的儿子巴斯德说 对华国最危险的 不是巴黎街头上的不法分子 而是在知识界 向社会散布错误理论的人 伊士巴斯德从小就决定 他长大以后 他会成为一个大学的教授 他会以知识界作为他的战场 像骑兵般的指导黄龙 因为立志要做一个大学教授 他在求学的期间 就给自己严格的要求 就是对于每一科的科目 他都力求完美 因为日后要成为 专精某种学问的人 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做基础 他的中学老师 给他的评语是认证 在19岁时 法国最好的巴黎师范大学 以第19名来入籍 这个来自偏僻小镇的学生 巴斯德 巴斯德却拒绝 理由是他认为自己还不够好 经过一年的努力 他以第五名被写校录取 他才觉得满意进去念书 大学里的教授都发现 巴斯德这个年轻人 以重不同 有一位教授写着 在这个时代 能够看到像巴斯德认真 热忱 不为民力的工作 这种认真的态度 是一个老教授教书生涯 最好的报酬 25岁 巴斯德取得物理博士的学位 有位大学教授 看他是那么踏实努力 在他毕业不久 就把女儿罗兰介绍给他 后来罗兰嫁给他 用功的人最后还是不吃亏 罗兰小姐出嫁不久 就向父亲抱怨 他的丈夫经常一个星期 也不说一句话 一个人关在实验室里面 有好几个小时 罗兰小姐觉得他嫁错人了 有时候罗兰小姐就在门外偷听 到底他的先生在里面做什么 结果里面安静的 好像没有人存在似的 罗兰小姐问他 普京说 爸爸 我是不是嫁给一个科学怪人 罗兰小姐的父亲的回信 是这样写道 请你让他继续保持这个样子 因为他可能会成为 第二个杰利烈 还好是罗兰小姐的爸爸 独具慧言 但是罗兰小姐并不满意这个答案 因为先生总是不说话 他要嫁给的是一个爱他的丈夫 而不是第二个杰利烈 不久 他才逐渐的发现 他的丈夫这么认真的背后 是有原因的 原来在巴斯德 孜孜不见努力研究的背后 有一个动机 就是要探索生命的奥秘 当时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流行自然发生论 认为生命可以由无生命的物质自然的产生 在东西方古文明的书籍里都记载着 腐烂的木头可以长出蛆来 腐烂的肉可以长出苍蝇 甚至希腊的爱神 叫做阿夫罗尔蒂曼 也是由海水的泡泡产生出来的 甚至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他宣称只要在老鼠的笼子里面撒一些面包 笼子里面就会自己跑出老死 1859年 达尔文发表演化论物种起源 更是被认为是自然发生论的经典 生命是可以由物质来产生的 这时候起来反对的就是巴斯德 他认为如果物质本身可以产生生命 那生命就变成是很短暂的 物质反而是永恒的 他认为生命要有永恒的价值 是因为这是上帝所创造的 而物质只是短暂的存在 巴斯德在1859年到1861年 他仔细的以准确的实验 将加温煮沸的肉放在开口弯曲的瓶中 结果什么样的虫也没有长出来 用这个实验 他强而有力地驳斥当时的理论 现今生物学的课本里面 都记载了巴斯德实验的正确性 但是当时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反对他 然而巴斯德依然坚持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并且提出来食物的腐烂是微生物的作用 他说微小的细径看起来是静止的 但是只要有合适的环境 他就会遵守生命的法则起来活动 巴斯德又说物理与化学是生命的现象 只有上帝才是生命法则的作者 这一宣称使得反对他的人就更激烈了 纷纷地提出许多的问题来刁难他 具有歧视精神的巴斯德 也极其科学的长毛 奋勇的作战 1867年 有人质问他化果的残为什么会生病呢 他根据三年的实验的结果 分离出两种致命的感菌 他发现了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 而且他无意间拯救了化果残尸与服装液 不久又有人反对他说 酒为什么会自然的变酸 1870年 巴斯德提出那是微生物的作用 并且提出高温的沙精华 就可以使酒保持新鲜 同样的他也提出来 只要用温度就可以使牛奶保持新鲜 他又拯救了当时的食品业 反对他的人只好勉强送给他一个殉章 后来12年期间 有人陆续问他养的碳驱病 猪的红斑单毒病 还有积温 还有是可怕的一种绝症 就是可怕的狂犬病 他都一一的找出病毒 并且用方法来解救 发展出免疫医学 与传染病的控制血 很有趣的是 他的重要发现 都是研制于他的对手所提供的难题 而不是自己去找来的 巴斯德在老年的时候 回到自己的母校演讲 说到他的一生 在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对 而能够解决得胜的原因 他讲这个有两个 第一 我相信信心是上帝所给的启示 信心是一条绳子 维系你周遭所发生的事情 以你内心的呼召 成为一个和谐的关系 他又讲到 热情 E-N-T-H-U-S-I-A-S-N 这是最好的单字 因为E-N 以T-H-E-O 所合成的 E-N 是在什么的里面 T-H-E-O 是上帝 因此我们持久的热情 是来自于上帝 住在我的心里 1895年 他在华国病逝 他临终前说了一句话 太奇妙了 我一生的工作 太奇妙了 亲爱的主耶稣 巴斯德的研究被认为 是最帮助人类减少疾病的 最重要的一个科学家 他当年 所做的这个实验 一个弯曲的瓶子 以后都不会长菌 不会长出 所谓的腐肉 可以长出一些苍蝇来 我自己 在美国的宾州科学实验室里面 也看到了这个瓶子 哇 我跟我的姊妹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在宾州的自然科学的博物馆里面 我静静地站在这个瓶子的面前 哇 已经隔了百年 我依然想起这个科学家的呼声 热情是上帝在我的里面 Instirian en是in的意思 stirian是上帝的意思 真正的热情是上帝在我们的里面 真正的上帝给我们的里面 会成为我们热情的源头 谢谢主 科学不是冷冰冰的 信仰不是冷冰冰的 做实验不是冷冰冰的 研究不是冷冰冰的 那个是热情的点燃 而那个结果是造福了全世界的人类 造福了无数的人 谢谢主 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科学家 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全面 我所写的非常短 因为那时候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所给我的篇幅是有限的 我必须在两千字里面 写完这篇文章 我还知道巴斯德里面讲了很多很多 信仰的见证 他自己是个最好的见证者 在当时面对很多的反对 他依然相信 只有生命才能够产生生命 也只有上帝能够使得物质产生生命 并且只有上帝使得生命能够代代的传讯 自然不会产生生命 主啊 我真的感谢祢 今天这种许多的不好的论点 不对的论点 跟震动 我几乎是忘不了的 我谢谢祢 我真的谢谢祢 让我鼓起勇气 还可以往前去 让我鼓起勇气 还可以迈过自己的困难 能够再往前去 我经过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只有一个祷告 希望我看到上帝的手在做事 我要求祢 主听我的祷告 让我看到祢的手在做事情 就有点像祢帮助巴斯德 面对当时这么多的反对 而能够持续的去做这个实验 我要感谢祢 我想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